恭喜龚俊2022解锁第二刊封面 灯心样SuperO封面 高级的时尚感拉满 最近半年 龚俊也开始考虑更长远的事 现在迷茫的是怎么转型 以后要拍什么作品 怎样才能走得更远 你得知道你干这行干的是什么 得给自己做规划 而不是让别人推住你走 眼下 这些问题都还没确切的答案 不过龚俊并不着急 未来未必会有豁然开朗 灵光乍现的瞬间 但他说 慢慢感受 慢慢精进总是没错的 对于现在的龚俊而言 在镜头里呈现饱满的精神状态 确实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 一来 他的确在这样生活 二来 他很珍惜当下的机会 大帅哥的镜头表现力好绝 分分钟就被眼神杀到 现在收拾收拾还来得及 去海边偶遇吗 看了龚俊海边礁石封面大片 谁不想和俊俊子一起海边漫游 跨过时空与种种 再次触碰你的温度 自此以后 每一份的浪漫收藏 都与你有关 感受海风轻浮 珍藏每次旅程 心愿之余已经呼之欲出 龚俊请勇敢地向前走吧 你永远是最闪亮的那一个 这封杂志也拍得好帅 帅到让人失语 帅哥就是要多多出来营业 真的太养眼了 外貌是角如玉树零风前 气质是狼艳独爵 事无其二 人品是温其如玉 乱我心绪 盛世美颜 适量行凶 教科书级别的美貌 被天使吻过的脸用尽 所有词都不够的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需要一项 两个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